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30岁的我们如何选白T 到30岁之后 我自己明显的感觉 身材没有之前那么的好了 在选衣服的时候 稍微大一个尺码吧 整个人显得不精神 小一个尺码吧 拘紧 然后肚子又扑出来 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几个 我最近的一些小心得 怎么买到一个比较舒服 又显瘦一点的白T 第一个比较重要的 其实就是领口的这个位置 有没有明显的感觉 厚片这个会更高一点 因为我们年龄稍微大一点之后 我们脖颈线条会很容易 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脖子很容易前轻 然后要么就会有富贵包 所以厚片这个高一点的话 从这里到这里 差不多22以内的 它都会比较显瘦 不会把脖子包住 但是又能遮得比较好 接下来就是肩线的部分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正肩会更遮肉 但是要到什么尺寸 其实大家都判断不好 正肩的位置是在肩胛骨的地方 或者是两公分以内 微落肩 但如果是大落肩 有没有精神 所以几张图片一对比 在正肩或者是微落肩的 这种两公分以内的话 都是比较显瘦的肩形 再来就是袖子 其实袖子这个地方 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 因为我们的肉 不像年轻的时候 我们的肉现在是 这里的区域 这里的区域会变多 那我们在不举铁 不锻炼的情况下 唯一能看起来显瘦的方法 就是遮 那袖子这个你看 它拉出来 其实是有一点小飞袖的感觉 但它放下来 是顺眼的线条 遮住的位置是 大概在我们大臂的二分之一处 那这样穿完 整个人才能更显瘦 然后接下来就是 衣服的长度 我给大家看两张图的对比 你就能明显感觉 衣裳原来这么的重要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看起来 整个人比较精神 又要显瘦一点的话 只要衣服的衣裳 不过我们的手腕处的话 穿上去都会比较容易显瘦 最后一个就是面料 年轻的时候会追求那种 重绑 高脂高密的棉 但我今年会更追求的是 软但挺 好一点的面料肯定是皮马棉 什么新疆的棉 但我觉得这些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 它没有很直观的感受 我跟大家形容两个手感 大家可以判断一下 枝的比较细腻一点的棉呢 它摸起来的声音是 很细腻 它不拉手 而如果我们买的一些棉 你有没有发现它会更粗 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话 可以尽可能选择那种 稍微软一点点的 这样穿上去 它的整个型更不显胖